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旧约真言第三章 第五节第六节 我们找到了 我们一起来读 一备 请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 大声来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真言 这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 所罗门所写的一段文字 他开始的时候 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第一节说 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所以在第五节 他说你要 这是一个命令语气 神对我们说 神的儿女 你应该要专心 把你的心放在耶和华的身上 不要倚靠我们自己 属世的聪明智慧才干经验 不可 你不可以 第六节在你所行的事上讲 一切 你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来认定他 耶和华的运许说 他必 他一定会来 指引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 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 如何成为一个神的得胜者 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当中 我们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很注意的 就是要来 听神的声音 而且透过神的话 让我们的心中 有一个很清楚的图像 现在这个世界的文明 非常的发达 因为有很多很聪明的人 很多很创造性的一些产品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 进入一个更丰盛的 一个物质享受的时代 不错 是有很多很聪明的人 用他们的心智 发明了一些新点子 创造出一些很奇特的 让我们可以享受 这个物质世界的 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 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比如说 Edison发明了电灯 比如说 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 And Newton's found the rule 比如说 那个Bill Gates 发明了Windows 8 And Microsoft Just offered Introduce their Windows 8 比如说 那个Steve Jobs 发明了iPod iPad iPhone And Steve Jobs Introduce iPod 从这些发明者 我们可以看到 它后面 它有一个Dream 它有一个动力 它有一个意向 以及它跟着 意向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产品 就可以成为 人类的祝福 And from these products We see that They're innovators They have visions 讲到这里 这个Steve Jobs走了 不知道 Apple company 会不会继续 有新的发展 Even though We do not know After Steve Jobs passed away We don't know if Apple Can still survive 因为这个Steve Jobs 是一个 充满了梦想的人 他20年前 这个iPhone iPad的这个观念 已经在他的 Image里面 Because we know that Steve Jobs He is full of vision And he's been Having this vision 20 years ago 要想创造一些 新的产品 需要很多的脑力 很多的智慧 要绞尽脑汁 才可以有新的东西出来 In order to have innovation You have to have vision 但是感谢主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在属天的国度里面 神会赐我们 一种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很快地 可以产生一种 新的一种幻想 And being as God's children We know that God has provided us This vision in our heart 这个不是幻想 这是神来的一种 Vision 神来的一种Dream 神来的一种 Revelation 一种启示 一种开启 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展新的图像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vision Because it's God-given Vision God-given dreams In our heart So that we can see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祂就是祂所有就有 于是圣灵就在 圆面黑暗 魂絮空盾 无水之地 在运行的时候 神的灵运行在其上 于是呢 看着世界就开始 惺惺相容起来 So that when God created the heaven Even though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empty We know that God's word will sustain 在神的儿女的里面 有那个无限的创造 我们只要花心神 去等候神 去经历祂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神就会把祂的图像 祂的启示 会放在我们的里面 As we come before God to wait on Him God Himself will put His teaching on our heart 还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解决的问题 我们只要 来到神面前 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就把那个 那个观念 那个图像 那个解决的方法 启示在我们里面 你就发现 诶 事情就解决了 And that whenever we fac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solved As we come close to God He will give us His wisdom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 有用这种方法 来解决问题 我在过去工作的经验上 我常常发现 事情解决不了 我的这个project 做不出来 还有troubleshooting 没有办法搞出来 的时候 我祷告 诶 很奇妙 圣灵就开启 我就看到一个图像 我就看到一个绝的办法 我就照着去做 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有这个地方 让我们知道说 若我们在基督里面 基督的话 就可以在我们里面 换句话说 当我们来依靠耶稣的时候 于是耶稣的智慧 圣灵的工作 就会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一个图像 给我们一个picture 给我们一个开启 给我们一条路 专心仰赖耶和华 于是神的智慧 会成我们的智慧 这个地方我自己的信息 一直在提到一个picture 一个亮光 一个看见 一个启示 一个开启 一个vision 就是那个开启 那个启示 那个vision 它会深深地在我的里面 当我看见了 我跟着走 自己就改变 这个vision也好 这个revelation也好 这个picture也好 这个dream也好 它是一个非常清晰 可以在我里面看见的东西 现在可能 还没有事实在成就 但是呢 它在我的里面 这个观念 或者这个想法 或者这个图像 它在我里面 是可以清清楚楚 让我里面的眼睛 是令人可以看见的 于是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就跟着去走 我就去追求 我就去渴慕 我就向这个往前走 你会发现 圣灵开启了 当我愿意这样 执着地往前走的时候 圣灵会与我同工 你发现 事情就会成就 这就是我们最近 一直在交通的 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稍微来看一段圣经 在出埃及第三章 出埃及第三章 我们来看摩西在神的手中 神怎么样开启它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出埃及第二章 这边有一段故事 在那个第十一节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 第十一节 这个故事呢 很长 我就稍微解释一下 那个时候摩西长大 他呢 他在埃及的宫廷里面 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 是一个法老网的一个意志 但是呢 他看到一个埃及人 他知道他是犹太人 所以他看到埃及人 在欺负他的犹太人的兄弟的时候 他呢 发义怒 他就把那个埃及人 把他打死 他以为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 一个开启 或给他的一个异象 给他的一个异梦 所以他就做了 可是发现最后的结果是 他必须要逃亡 因为法老网要追杀他 所以这个 他的那个图像 说是要去打死这个 这个埃及人 救他的兄弟 他以为是对的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 vision 于是呢 你看到坏了结果 他必须要逃亡 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 第三章 《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的羊一天 他到海外去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第二节 耶和华的使者 在荆棘里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 荆棘被火烧 却没有燃烧 第三节 摩西说 我要去看这大异象 于是这个异象 看见 他知道这个是从神来了以后 他一生 他就摆印在这个异象里面 他可以执着 他可以持守 他都不会退却 这就是从神来的一个图像 我想我们很多人知道这个整个故事 我稍微就解释一下 因为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神给他启示 他看见了 所以他在各样的灾难当中 他还依据着站立的稳 因为那个异象会拖住他一生的道路 可以持守往前 不会退却 接下去 有没有看见 当犹太人看见这个实灾的时候 但是你觉得他们里面看见了没有 我们来看那个十三章 21节 我们现在暂时都在出外节记 大家不要关掉 在出外节记十三章第二十一节 当他们经过实灾 他们出来的时候 你看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以至于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看见没有 我请问你 犹太人看见了没有 想不想你这是神迹奇事 想不想你 这是神迹奇事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你 他们里面的眼睛 熟绿眼睛真的看见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就往下走 到了衰竭第十四章 第六节 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第六节 法老就预备车辆带领军兵 带着六百辆特选的军 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车都有车兵长 于是浩浩荡荡的一个大的军团 开始在后面来追他们 追这个犹太人 所以呢 这个第十节 诺埃及记第十章十节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 举目看见 埃及人 就圣句话 向耶和华 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 死在旷野里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请问你 他们看见了没有 如果他们真的就像摩西 看见这个异象 一样的话 他们虽然看见了 这个物质界的一些 恐怖的现象 可是他们里面 已经看到 他们知道这个神 万具的异化 并会保守他们 他们会不会将恐惧 OK 那么下面这个 下面第九节 第十三节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 今天向你们 所要事情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 所看见的耶和华 必永远不见了 我请问你 摩西有没有看见 神给他的托付 摩西里面的眼睛 有没有看到 真的是神 万君之耶和华 能够保守他的百姓 看见没有 所以你看到没有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信了主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不仅是我们 看得见我们在聚会 看得见我们这些 在发生的病得 疑之鬼的感触 这些神奇奇事 我们要求主 打开我们鼠里眼睛 让我们看见 即使外面是 风陶 惊陶 害浪 可是我知道 我的神 必保守 以我同在 我们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家中 生活是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 教会的团契 生活是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小群体 你都发现 有很多的人事的纷争 非常不容易 你看摩西 一个人 要带着两三百万的 大军 军团 要能够走这 四十天 旷野的道路 如果他没有里面的看见 你说他走得下去吗 对不起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 他里面有这样的看见 里面有这样的 vision 他里面有这样的 一个revelation 他知道神 托付他 神与他同在 神必保守 以至于他经过了 这么多的苦难 这么多的难处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他就可以持续地 往前走 因为我们里面 有这个梦想 因为有这个看见 所以我就会抛弃 这个世上 看不看得见的软弱 我们就朝这个 看不见的 专心亚赖和华 因为他必指引 我们的道路 我们来看 生命纪三十一节 在这个摩西五经的最后 他已经到了摩甲平原 他们要进迦南 他给他的那个接班人 这个约书亚的一段话 生命纪三十一章 第七第八节 当他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辛苦 当他要交班的时候 他说了这句话 生命纪第三十一章 第七第八节 摩西招了约书要来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对他说 他说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要和这百姓 一同进入耶和华 向他们列祖 启示 允许所赐之地 你要使他们 承受那地为业 耶和华 必在你的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读圣经很简单 可是这个圣经 读完了以后的 那个image 他要跑到我里面去 在我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图像 在我里面就看见了 万君之耶和华 他在旁边保守我 即使在人间 有这么多的困难 我就明白原来什么 原来今生是什么 苦难是什么 是一个话中的祝福 今生是什么 死亡是什么 我里面就看见了 我看见了以后 于是这个 我里面在想 我就看见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话 这个叫做Lagos 就进到我里面 就产生了一个image 就产生了一个图像 那个Lagos就变成了image 这个image就成为 坚定的力量 这就是我今天在这边 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的 我们读圣经 不能拉狗拉狗 读完了就算了 读了半天 可是真正的面临苦难 面临考验 面临难处的时候 糟糕 他是他 我是我 我依旧恐惧害怕 因为我里面的那个图像 我里面那个神的同在 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来看新约的这个伟人 新约的保罗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第26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第26章 我们来看 第10节 你看到 这个是保罗 他自己对 那个 雅基帕王的 一段字述 在《使徒行传》 第26章 我来读 第10节 《使徒行传》 第26章 第10节 他说 我在耶路撒冷 也曾经 这样做 因为祭司长 给了我的权柄 所以我把许多的圣徒 就关在间里面 他们要被杀 我也要定出一个名案来 在各个堂会里面 我屡次用行强逼他们说 亵渎的话 又分外挠露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知道外邦的诚意 那时候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社去 他那个时候 还是一个 迫害基督徒 迫害犹太人的 一个 叫什么 Anyway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 第13节 结果呢 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他说 王啊 我在路上 香舞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我 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环对我说 少了少了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那所逼迫的耶稣 耶稣告诉我说 你站起 你起来 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去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执事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就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 第18节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以开启 请你把这个眼睛得以开启 看见 这个眼睛开启就是 我们鼠离的眼睛开启 我们里面的图像 打开来 我们里面要吸收 那个神的心意 要吸收这个神 给我们的那个亮光 要吸收给我们的图像 我们的眼睛才可以打开 当打开的时候 怎么样 就可以从黑暗归向光明 从杀了的权势 要归向神 又因为信我 得蒙救赎 和一切成圣的人 要同德基业 十九节 他说 雅基帕王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什么 异象 请你把它画起来 那个异象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dream 这个vision 这个revelation 这个我们看 我们所谓的 心中的一个图像 他说 因为我看见了 所以那个图像 就永远放在我心里面 我一生再也不会 离开它 我一定要跟随它 因为 我不会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象 所以在这个异象的后面 他的一生 充满了苦难 可是他可以朝着异象 往前走 他不再退去 这个异象带领他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 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 是有关保罗的 自己的 生平的一个字传 讲他那个 生命的旅程 跟他的心思 里面的内容 在哥林多后书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 第十一章 二十三节 因为时间关系 我来读 二十三节 那个保罗说 这些人都很能干 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他说我说句狂话 我也是 我更是 什么是基督的仆人 什么是跟随基督的 他讲了这句话 在下面他说 我比这些基督徒 我比这些神的仆人 多受劳苦 多下监狱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次捡去一下 被棍打三下 被石头打一次 遇见船坏三次 一夜在深海中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罪 又饥又渴 多次不能够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 有谁跌倒我不交集的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个关乎我软弱的事了 我永远可送的耶稣基督 父神 因为我知道我不说谎 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 所以他说他14年前 他被提到三层天 他领受了那个很大的异象 以至于他 真正里面很清楚了 全清楚楚里面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可以驱使他 在我们刚所读的这些困境 这些难处 这些逼迫 这些一些的苦难当中 他可以持续抓住神 而且他因为有那个 从神来的那个看见 看见到后面怎么样 他就有个盼望 盼望到后面就有信心 信心到后面就有力量 力量到后面就带出行动 他就一直坚持 最后为主殉道 上师家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跟随神 读神的话 如果透过我们的信仰 不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他每天会对我们说话 他会把他的思想 他对我的启示 他对我的帮助 对我的人生的旅程 他会开启在我里面 于是我就会形成 一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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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着这个图像走 你就发现 你在前面的道路很宽广 这个最近要选总统 我就想起了 黑人的一个弟兄 叫做 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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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父亲是一个 进行会的牧师 他后来也成为 进行会的牧师 在他成长的武林一代的过程当中 那时候黑人是完全受到歧视 黑人是不能够跟白人在一起在餐馆吃饭 也不能上厕所 也不能坐公共汽车 可是他是一个神的仆人 他发现在神的家里面 神的儿女应该是 平等平权 应该是互相尊重 彼此将来的 所以神的话 在他里面开启了以后 就产生了一个形象 就产生了一个观念 就产生了一个图像 那个Lagos就变成了Rema 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开启 因为通过这个开启 以至于他医生 他为了去争取名权 他为了去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 他医生就坚持地 在这样一个困难中间 持续往前走 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他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他的孩子会受到迫害 他的家人会受到迫害 他的房子可能被烧被抢 他的工作都会失去 他会受到无形各样有形的迫害 可是他因为神给他这个图像 生给他这个dream 生给他这个revision 他就超了个vision 往前走 他知道他即使会受到生命的挑战 他继续不怕继续往前 所以在1965年的时候 他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民权法案 1968年得到奥斯卡金 不是奥斯卡 对不起 得到这个叫做 诺贝尔和平奖 就在当年9月 他就被杀掉了 我请问你 他在做这个事情之间 他知不知道他可能丧失性命 可是你相不相信他里面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神给他那个意向 那个托付 他知道什么 今生有苦难 但是苦难是什么 祝福 阿们 他知道死亡是什么 阿们 我们看见了吗 当你真的看见了时候 你就发现到 你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盼望 你真的看见了时候 你的生活里面 你就不需要再去找牧师祷告 那 when you see it you no longer need to ask prayer from pastor 你就不需要去找 那个算命师 去找祭司 找那个什么 算风水的 算卦的 你就不需要去找什么 看风水的 你就不需要去找 什么先知 你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 他天天与我同在 他会带领我一生的道路 看见了吗 我们必须要看见 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 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道路 困难 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求主帮助 让我的里面 跟他亲近的时候 他对我有话 我就看见 他对我说话 透过一个一个的 心思意念 一张一张的图像 神天天在对我们说话 当他对我们说话 你就持续抓这个话 持续在那边 持续往前走 你知道这事情 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必指引我们 一切道路 事情一定成就 因为神会 向我们向我们 看一段影片 我先把后面这段故事 讲给大家听 大概在十年之前 神在全世界 要兴起一个神的工人 要能够带来 整个华人世界 华人基督徒的联结 因为神要使用华人 成为以色人的祝福 我刚才再补充一下 当那个摩西 他看见的时候 摩西以为 他只是 神要把他 把埃及人带出 犹太人带出埃及而已 可是他还不清楚 原来神要透过他 要把犹太人 这个族 要带出来 成为一个国 然后成为众国的祝福 成为世界的选民 众世界的祝福 神的计划蓝图里面 他要借着华人 要来祝福以色列人 然后透过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 让神的国 可以领到整个的全人 你知道我们的华人 我们是叫做什么 叫做一个很有名的 叫什么 一个散杀 华人是一群散杀 各自为政 很难得在一起 这个咒诅 我们要奉主的名 断开它 因为神的儿女 应该可以连接在一起 而不是各自为政 或者是以我为中心的 我们必须要奉主 你断开这个黑暗的势力 你会看到 即使是华人教会 是各自其政 各个宗派 各个不相来往 甚至很奇妙 神在十年前 就兴起了一个 埃及的一个医生 通过这个埃及医生 把他呼召出来 成为神的仆人之后 他既然在十年前 一次的 以色列 耶路撒冷的 一个聚会当中 认识了台湾的 周神祖牧师 就是前两个星期 来到我们中间 周神祖牧师 David Zhou 当时谁也不认识谁 他也不认识 David Zhou是谁 他不知道David Zhou 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 教会的主人牧师 David Zhou呢 周神祖牧师 他是台湾长大 他是台湾人 本省人 他对亚洲的世界 或者甚至中国大陆的 同胞或者是教会 他也没有什么负担 他们都有一些见证 所以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分享 长话短说 十年过去了 这个 Damihan牧师 这个埃及人 跟着台湾的周神祖牧师 还有台湾的几个 传道人 香港的传道人 竟然连接在一起 开始在整个的亚洲 做一个串联 做一个回家的工作 把所有亚洲的基督徒 都能够连接在一起 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大陆也是有很多的大片的领袖 这个也是各个不同的宗派 各自为证 但是很奇妙 神就使用这个埃及的牧师 跟这个周神祖牧师的团队 进到中国大陆 把这大片的领袖 把他连接在一起 彼此认罪回港 互相接触之后 让这个大片领袖 就加入他们这个团队 现在丰丰富富的 整个亚洲 就开始进到一个 亚洲教会的一个 基督徒的大连接 当初根本都没有这个观念 也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神就把那个意象 就放在那个埃及人的心中 透过这个埃及人 就把那个意象 就放在台湾的周神祖牧师的心中 于是这个意象 就开始变成了一个 一个vision 就开始变成了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就开始 后面带了一个信心跟能力 于是就是慢慢 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就造成了今天一个荣经 不仅如此 神一个月前 把周神祖牧师带到美国来 我相信 这个神在亚洲的心意 在台湾的连接 在中国当中的连接 在亚洲的连接 他也要把他带到美国 在美国华人的连接 全世界的华人教会 连接在一起 一次福音要从中国 要传到回族区 要传到中东 要解救全世界 弟兄姐妹 我们在做神职的人员 神工人员 天天就在看神 在怎么做事 我们都在找神的做事的方式 那个神的水流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 看到祂做事的方式 我们在那个水流当中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恩典就进来 阿们 来我们看一下 好 准备开始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全新的季节 阿们 这是全新的一天 阿们 这全新的一天 主要带我们进到全新的季节 阿们 主要带全世界的华人 一起进到一个全新的季节 阿们 好吧 我们再一次把罪大掌声归荣耀给 这位主 主 谢谢你 主 谢谢你 主 谢谢你 在敬拜当中 我觉得主有一句话给我 主对我们说 我们要过约旦河了 过约旦河之前 都在旷野里面打转 40年的时间 绕来绕去 都在原地打转 但是一过约旦河 就不一样了 一过约旦河 就进到一席之地了 就进入迦南美地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季节 求主恩待我们 用一个全新的态度 进入一个全新的季节 阿们 如果过了约旦河 还在那里等玛纳 你就永远等不到了 我们不再等玛纳了 我们要进入主的丰盛里面了 华人要进入主的丰盛里面 西一大的丰盛 所以你愿意主改变我的态度 你愿意主改变你的态度 你大声地对主说阿们 我们一起来回应说 阿们 一个新的季节 一个新的态度 回家是一个旅程 既然是一个旅程 就是每一站都不一样 既然是一个旅程 有人已经在这个旅程里面 十年了 也许有人今天你第一天上车 有人已经在这个旅程里面 欣赏沿路的风景 很喜乐了 也可能有人现在还在晕车 看不出东南西北 到底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过去这十年的时间 每一站 都有神很特别的工作在发生的 你会那样真实地看见 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祂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不再是你我的努力 你会看见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努力 神在做奇妙的大事 神在做奇妙的大事 你的眼睛要看见 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 谢谢主 这是一段不容易的旅程 每一站都是新的 我们要不断地脱去旧的衣服 穿上新的衣服 我们不断地要让新的皮带 取代旧的皮带 我们不断地要用新布 不要用旧布 其实很不容易的 每一站对我来讲 都是很大的冲击 十年前我第一次参与在这个旅程的时候 我是坐在那个最远的上面的那个 我插了手在那里看 我完全不懂 为什么要唱这么久的诗歌啊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同一句歌词要唱这么多遍 有很多事是我不明白的 到底谁是讲员啊 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啊 这次会议的程序是什么啊 都不知道 如果你今天第一天上车 你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啊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你就是在这些不知道当中 你知道一件事 神在掌权 阿们 祂的计划远远达过我们的计划 你会很真实地体会 什么叫做祂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这几天 好多人都在问 讲员是谁 哪一堂讲什么 这是我们过去的习惯 我们很在乎谁是讲员 他要讲哪一段圣经 题目是什么 我可以记多少笔记 但在这个聚会当中 你搞不清楚下一堂是谁讲员 不但你搞不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 我也是在这堂计计开始前 大约十分钟才知道是我 你知道我是教讲道法的人 如果我的学生这样做 我就告诉他说 不准讲道下来 准备说再来 但是这些年前 这十年里面 我不断地发现 上帝要我放下我的计划 进入到他的计划里面 上帝要我们放下我们的想法 进到他的心意里面去 上帝要我们放下我们的程序表 进到他的程序表里面去 不是没有程序表 是他的程序表 不是放掉程序表 是放掉我们的程序表 不放掉我们的程序表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他的程序表里面去 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做一件新事好吗 不在乎谁是讲员 但是在乎我有没有听见主向我说话 不在乎谁传讲神的话 在乎在整个聚会里 我有没有听见主在向我说话 主透过诗歌向我们说话 主透过音乐向我们说话 主透过音乐向我们说话 主透过祷告向我们说话 在这个全新的季节 在这个全新的季节 进到全新的迦南美地 要用全新的皮带 周牧师今天早上讲 主要有全新的脑袋 要有全新的脑袋 为了有一个新的想法 让主用他的方法向我说话 主当然可以透过讲员向我们说话 主也可以不透过讲员向我们说话 我们不限制主 但是怎么样可以听见主向我们说话呢 要让自己安静下来 如果我里面充满着声音 你听不见主的话 你记得以利亚吗 崩山碎石 地震 烽火 在那一切的混乱当中 他听不见神的声音 直到这些都安静下来 他里面安静下来 他听见主的声音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有很棒的敬拜 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敬拜 不只是外面声音的敬拜 不只是动作的敬拜 因为神的话怎么说的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要用心灵 成实 来敬拜他 外面感谢主 我们有很棒的乐团 很棒的敬拜团 很棒的舞团 很棒的会众一起敬拜 也是求主帮助我们 我外面有很多声音的时候 我里面仍然是安静的 在安静当中 你要听见主的声音 而我们中间也许有一些人 你不一定习惯 这样的敬拜的形态 所以你心中有另外一种声音 就好像我刚刚开始上 这一旅程的车的时候 我的心里充满着问号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我的里面有很多的惊叹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那样 这样不对嘛 这样跟我以前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里面也充满着声音 充满着拒绝的声音 充满着批判的声音 让我们里面的声音 外面的声音都安静下来 一直在敬拜当中 你听见主的声音 讲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事跟你听 好 这个停调 我在台湾 DVD4 第7 弟兄姐妹 你看到 很奇妙 他们的聚会 跟我们在千里之外 这是第四的 DVD4 第7的 神祂带来的心意 在不同的世代 祂不同的地方 圣灵所带来的 是同样的信息 今天我为什么要给他放 我们不仅仅只是 关在一个小房间 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 你要看到神的国 在全世界的各地 只要奉祖民聚集的地方 你就看到圣徒 就在那边来扩展神的国 在一个新的季节 在一个圣灵的新的水流当中 你会发现到 我们跟他们 根本从来都没有联系过 从来没有在一起 敬拜过 聚集过 你开始你会发现 排训教会的敬拜 跟我们在千里之外的 这批弟兄姐妹的敬拜 是在一个铜水流当中 他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们邀请越南来的 中国来的 甚至还有南非来的 不同的世界各地的 教会的传道人 他们在台上 彼此祝福 彼此见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往下跳 跳到第七 我们今天在 我们把声音小点 我们今天在这边 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同样的是 我们必须要安静下来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正言里面 我们这边所说的 我们专心仰赖他 不要靠我们的智慧 靠我们的聪明 靠我们的才干 在一切所信认定他 他会指定我们人生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专注 上神 并不靠我们 我们自己的理解 我刚刚说过了 这是神在十年中间 不断地在做 做到今天这是第二次 这个聚集是去年 今年第三次 就是说 所有的亚洲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一起聚会 开始的时候我说过 大家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族意 不同的教义 可是在一起 慢慢久了一会 你发现圣灵在工作 从开始第一天 这是最后一场聚会 我让你看到 在这个聚会里面 你看到圣灵的工作 所以很多有些新的朋友 新的弟兄姐妹 到我们中间来 跳上这个列车 你会看到 神在这个新的细节 在这个新的皮带里面 他带出了一个 胜利一个散心的水平 就像 扣唱的牧师说 他说我以前实在是看不懂 为什么要唱歌唱这么久 金牌这么久 为什么一首诗歌唱这么长 你现在发现到 在这个新的皮带 新的细节 新的水平里面 你看到圣灵在做一个 很期望的朋友 求职帮助我们 求职帮助我们 定下来看神怎么样 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 Let's quiet down and see the work of God 请你快走 因为这个 我们要结束这个 这是在最后一天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圣灵在做事 你会看到圣灵在做事 好 停在这里 慢播 好 就到这里 一万两千个会友 弟兄姐妹 在十年前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就是因为 神给他的一个工人 的一个托付 给他的一个异象 让他里面看见了 他就搬应在这个异象当中 就持续十年走下来 于是就走到 像今天这个荣景 这是去年 一万两千人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在香港的一个体育馆里面 有一万六千多个人 全亚洲 这是神自己 把他们吸引来的 他们要自费 三四千的时间 他们在这个地方 一起聚集 一起来 彼此祝福回家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他们一起在 我必须的建造 彼此的祝福 在二十年期间 在东区 就兴起了 一个侍奉团队 各个教会的牧者 在一起做一个领导会 二十年的时间 到现在 十年的时间 至少到现在 在二零零九年 在九一地区 兴起一个礼拜六的 成岛会 一直到了近 在今年的年初 在那个甘信基督教会 也兴起了礼拜二早上 众牧者同工的 一个领导会 成岛会 今年三月份开始 在中九一地区 就在那个 这个 Grease Bible Church 每个星期三的早上 有一批的 这个同工传道 开始十点钟 在那边祈祷告 上个星期 十月一号 礼拜四的早上 在加南基督教会 七点钟 有一批 从南从东 从西到北 特别是 二半地区的 传道人同工 开始了一个 道合会 丢结兵 你知道吗 神在做一些 很奇妙的事 神要复兴 华人教会 要把华人教会 要列结在一起 就就我说过了 我们一直在看 我们看神 神在哪里 动工 神在哪里 做事的时候 我们就跳在 那个水流当中 神要我们看见 神要我们去看见之后 神要我们 用行动来回应祂 于是你就要 经历到神的恩典 梦想 Vision 是神的一种语言 透过这个Vision 透过这个Dream 神在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开始 看见这个图像 我们就开始 抓这个图像 我们就酝酿在这个中间 在酝酿 跟着一起走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这个事情就越来越显明 当你抓住这个图像 你抓住神 我们的Vision的时候 你就会抓紧 它往前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盼望就来了 那个心情就来了 那个力量就来了 之后你的行动 就会持续地往前走 不管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你的工作当中 你都可以去想 因为圣灵的运行 无所不在 你如果现在是 在寻求伴侣的话 你就可以看 金童玉女在前面 看到没有 金童玉女 你就看到 那个就是我的金童 神啊 你就是要给我的 你就把那个图像 看见 你持续地祷告 追寻 你就发现到 那个金童就在你旁边 玉女也是一样 你的心中有一个图像 那个玉女就是你要的 你就在神面前追寻 祷告 寻求 她就把那个图像 她就把那个玉女 真的给你 就梦想就会成真 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意象 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必须把这个意象 传递在你们心中 传递在心中 大家 在这个意象里面 你就会发现到 你开始慢慢 信心就起来 你会站立地闻 在生物中 难处临到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软弱跌倒 你看 结了婚姻以后 先生爱太太 太太爱先生 彼此相爱 互相祝福 看到这个几家庙 看到没有 现在在这个婚姻的苦难中间 你就看到 神给我就是这个荣景 就是这个神要祝福我 你看见的时候 自己就会成就 see it see this vision and pray it through 最后 老来伴 我上个信才发给你们的 你还记得吗 教会很多周报 都是圣灵给我的感动 发给你们 你们都不看的 有没有看 老人的祝福 有没有看 老人就是互相伴侣 伴侣 一起走天路的 要看 看见 看见 看见了之后 你就为这事情感恩 看见就为这个事情 来祷告 来追寻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事情就成真 电台里面 电视里面 有很多的 很好的节目 很好的资讯 但是如果你不把 这个电台打开 你不把 那个 TV打开 你永远说不到 你如果没有调对 那个电台 如果你没有调对 那个频率 你没有跟神的关系 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是接受不到 弟兄姐妹 更多的时间 安静 在主耶稣的面前 专心仰赖 在耶和华 在一切所幸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一步步地跟着他 他必指引 我们的道路 阿们 请记得他到前面来 好吧 我们先把我们眼睛 闭起来 为你在你的生命中 生活中 一件最大 最难的事情 你来到主的宝座前 再一瞬 我们向你祷告 愿圣灵就把那个 神可以给我们 开的一条路 解决这个办法 就把那个图像 就把那个 vision 现在就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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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会指引 我们的道路 这原本就是 你的祝福的事 这我愿意来给谁 祝我们的道路 我愿意来跟随你 祝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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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愿意去跟随你 愿祢来指引我 让圣经上的允许在我里面成为一个 名字 成为一个思想 成为一个图像 成为一个允许 成为一个祝福 愿祢更多的来吸引我 让我里面的信心更坚定 让我可以一生来跟随祢 我里面的信心更坚定